大家好,這邊是巴哈姆特的電玩瘋 我是編輯小玉 我是編輯弓箭 現在時間是6月12號的上午 我們剛剛看完了PS的遊戲發表會 那內容相當的精彩 那我們今天就要快速為大家做個總結 今天的發表會其實重點就是它的遊戲陣容 那今天發表的遊戲陣容其實以本家的為主 就是大家看影片前面有掛PlayStation Studio 就是本家的遊戲 那可能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那些在PS4上面出的那些系列作 甚至不是PS4 譬如像PS從第一代開始出的那些系列作 它今天其實都有發表開發PS5的新作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相較於可能譬如像X8CXX他們正式是說 譬如說同樣HELLO的作品 X8Y也玩得到X8CX也玩得到 但是Sony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他們本家就是我們就做PS5 我沒有說要同時出 譬如就是我等於說完全針對新主機來做 那這次發表會其實就是本家遊戲的陣容 精銳進出 那主要在本家的重點作品部分 譬如像漫威蜘蛛人的新作 邁爾斯為主角的 然後跑車到那裡就是邁入第七代了 那拉傑特與克拉克呢 這次也有一個就是充分發揮主機功能的新作 那除此之外呢 譬如說像地平線 對那這款也有出一個 譬如說是二代 那地平線是在PS4上面發跡的 那這也是非常令人期待 那其實不只本家 協力廠商也有蠻多讓人驚奇的新作 譬如說像Scrimes有一個 我們還不太確定內容是什麼 就是亞西亞計畫 然後就是有點看不太出來 但是就是最後還是揭曉了這個惡靈古堡8 對那還有就是 有一款我其實算是比較小品 但我還蠻感興趣 就是那個Kena 對然後之前那個很久以前 應該是前兩年發表的那個鬼線東京 那現在終於也有這個真的 gameplay 出來了 然後還有一款就是卡普空的星座叫Pragmata 那就是太空人的主角的星座 那我們來聊一下這個 這個自發言最重要 大家最期待就是在最後壓軸所公佈的 PlayStation 5 主機的造型的公開 那你覺得這個造型 造型的部分 其實像我們一開始在直播的時候 我有說就是 因為這個DualSense 就是它的專屬控制器 之前已經公佈了嘛 它造型就是以這個白黑兩色 然後白色的部分 就有點像是那個盔甲或外骨骼 就像傑士東方那樣外骨骼 那時候就在猜說 那主機應該也是走這個風格 果然沒錯 那當然就是 因為這次主機公佈造型 其實還蠻令人意外的 因為它一開始是說 這場發表會是以遊戲為主 所以大家其實原本 連我在內也原本 也沒有預期它會公佈造型 那果然它公佈了 那它的造型就是跟控制器一樣風格 然後就是一個以黑色為中心 然後左右兩側是包裹著這個白色 像是盔甲一樣外殼的 而且它的比較特別是說 它這次是走曲線風格 因為以前的話 比如像PS4的話 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的方的 那PS3的時候雖然它有弧形 但它其實就是很單純的兩面弧形 那這次是一個不規則的弧形 然後讓人家覺得有那種 也比較有機感吧 就是真的像生物那樣的感覺 相較於S8S4S來說 它其實變成是兩個天平的兩端 S8S4S就是盒子 方方正正的一個長條型的盒子 那PS5就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構造 這部分的話其實不只是主機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trailer裡面 有公佈一些像是攝影機啦 耳機啦這些周邊 可以發現它都是相同的風格 白黑雙色 然後白色以外殼的造型存在 那只是比較令人 算是有一點好奇或單純的是說 因為它的造型比較不規則 所以可能是直放直擺的時候 你可能要有直立架 那橫放的話 目前看來從截圖裡面看來的話 它是不是也要一個架子 那是不是說這個主機包裝裡面 一定要付一個架子給你 如果不能橫擺會很麻煩 不過還好就是截圖裡面 看起來好像可以 那這部分是我覺得比較 需要之後慢慢釐清的部分 是 那我們剛剛還看到宣傳影片裡面 出現了兩種規格的主機 一種是有側邊光碟機 一種是沒有的就是數位版的 那你覺得這兩種的差別 我覺得其實 相信很多玩家都知道說 現在Sbox One 它就有出那個數位版 就是沒有光碟機的版本 那這個其實應該算是現在的趨勢 那我比較我自己的感受是 就是搭載光碟機這個版本 比較像是說如果你是 PlayStation系列的玩家 特別是你現在擁有PS4的玩家 因為在PS4這個世代 可能光碟的銷售還佔了大部分 所以你手頭上持有的遊戲 可能大部分都是光碟 或是說至少可能一半以上是光碟 那這種狀況下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要買這個有光碟機的版本 要不然你如果向下向紅你想要玩這些光碟遊戲 你就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說是這個沒有光碟機的這個Digital Edition 就是數位版的PS5主機的話 它可能比較針對就是 要不就是你在PS4這個世代加入 而且你主要都是買數位版的遊戲 要不就是你第一次買PS5主機 這樣子的玩家就是可能比較沒有說 我手拚一堆光碟遊戲的包袱 那你就可以直接買這個數位版的主機 而且因為其實說 也沒有像今年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今年有肺炎疫情影響 大家都不能出門 所以其實遊戲的數位效果比例暴增 對 那像這樣的時代 這等於說是肺炎算是加速了遊戲數位化的一個進程 所以就是讓他們可以推出一個純數位的主機 反正它有得選嘛 它不是說你就是沒有得選沒有光碟 另外一點還有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看4K藍光的話 那一定要買有光絕機的 是 那請我們聊一下這次發表會裡面 哪三款遊戲是你最注目的呢 最注目的話 如果我一發表順序我講的話 第一款可能就是漫威蜘蛛人 對那漫威蜘蛛人的話 我的理由是因為 大家可能還有印象就是 最早PS5就是一開始公佈的時候 那邊專訪雖然只有文字 它裡面就有提到說 它是用之前Pieter4的蜘蛛人做一個demo來展示它讀取有多快 然後特別是比如說像開放世界的部分 因為像之前前一代的主機 它的硬碟讀取速度可能不夠快 所以如果說你在開放世界裡面 你用太快的速度移動的時候 你可能遠方的場景會來不及讀取 那Pieter5就是因為它有一個超高速的SSD 它可以克服這一點 讓你在紐約裡面 你用像噴射即將速度移動都不會破圖 不會停格 對那所以就是說像這樣子 它一開始就是用這個來展示 那我就非常好奇就是說 那好那這款蜘蛛人 漫威蜘蛛人在Pieter5上如果有新作的話 那到底它是會用一個 什麼樣讓你覺得耳目一新的方式呈現 然後沒想到居然它就 這次就公佈 而且最近很重要的是 它其實是要跟主機一起上市的 對 那就是說等於說 這是本家的火力展示的作品 那另外就是 其實我滿喜歡之前Pieter4上面的漫威蜘蛛人 對 那其實它玩起來非常爽快 特別是如果有玩過漫威蜘蛛人 它是在高樓這邊兼擺盪 非常的爽快 那所以我很希望就是 可以就是玩到Pieter5上面 而且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Pieter4上面漫威蜘蛛人 如果你在改變場景 譬如說什麼白天變晚上 或是說晴天變下雨天的時候 它都會進入一個那個鳥看場景 然後你要等它讀取 那這主要是因為 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就譬如它的光線的那個 跟氣候的那個環境設定是 它沒有辦法即時做變換 它必須要用讀取 那這一次的話我猜 他們應該可以克服這一點 然後讓整個開放世界的體驗 是無接縫的 不會說中間還卡了一個讀取 我其實很期待劇情的改變部分 因為先前的漫威製作人 他已經很好的在做那個 重新重啟 蜘蛛人在遊戲世界觀裡面的劇情 他有融合了原作的 也有融合了電影的氛圍 已經去改變 那當然最後他有帶出 邁爾斯的部分 那這次那個來自 漫威中級宇宙的那個年輕蜘蛛人 在宣傳影片有展示 他獨次跟偽裝的特殊能力 那前一代的漫威蜘蛛人 說真的是目前玩過劇情改編也好 是最棒的蜘蛛人遊戲 那很期待續作會做成什麼樣子 那而且特別是因為 彼得帕克沒有死 對 彼得帕克沒有死 等於說是有兩個蜘蛛人 雙蜘蛛人 雖然現在圈裡面只有邁爾斯 但是我們還蠻期待就是這個 雙蜘蛛人的活躍 但我很希望他不會一開始就把 彼得帕克高死 我覺得實相很滿 感覺實相滿滿 那第二款我覺得比較注目的就是 就是地平線封印西域這款作品 那地平線可能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在PS4上就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火力展示遊戲 是 它在開放世界是真的做得非常好 就是 以我的觀點來說 應該是PS4上面開放世界 做得最好的一款遊戲 那 那這個 之後的那個死亡擱淺 其實也是用這個引擎做的 像我們這次在這個PS5 這個星座的出現裡面 可以看到它的開放世界又更細進 第一個我更期待的是說 因為像前作它在開放世界裡面的互動 相對來說是比較少一點 譬如說射一個火箭出去 然後那邊的草叢 樹木就會燃燒 那前一代其實比較沒有這樣子的設計 那我是比較期待說 看這一次是不是 除了畫面更細緻 然後譬如說整個開放世界更廣大 更生動之外 那是不是在這方面 跟環境的互動也可以再強化 那這個是我比較期待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進一步的這個劇情 譬如說像它這次是說要到 這個佛必登位 就是一個禁忌的西域 所以我們才會翻譯叫封印西域 對 那這邊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人事物 然後特別是為什麼還會出現中文 還會有神龍的投影 對不對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邊會遇到一千年後的中國人 對 這個還滿令人好奇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然後我這邊第三款比較矚目的就是 拉傑特與克拉克的新作 叫切割分裂 對 那它叫Rift Apart 那這個理由呢 理由是因為就是 它很明顯就是說 它是特別有配合PF5特性 就是超高速的SSD讀取 讓整個關卡的切換是一瞬間就完成 那所以它可以在關卡裡面 比如說你原本在A星球 然後可能你看到一個時空夜峰 然後你啪一下就穿過這個時空夜峰 場景馬上切換到B星球的場景 那這樣的玩法就是說 它是在世界跟世界之間不斷的跳躍 而且沒有讀取 就是真的一瞬間 那這樣會對遊戲性 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這是滿令我好奇的 而且因為這一系列一向來就是 它內容都滿豐富的 從PS2吧 PS2開始的第一款作品 它有很多不同的冒險星球 然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武器 對 那再加上其實它是 比較輕鬆一點的遊戲 因為有時候玩多了沉重的遊戲 就是打打沙沙啦 然後生離死別 那像這一款就是 卡通公國搞笑 然後無力童 我覺得有時候放鬆下來是不錯 特別是合家歡樂 小孩子也可以 我覺得第二款 我也是覺得像公姐講的 就是拉絕一顆一顆 這一款是真的很期待 那我自己期待的第三款遊戲 其實是惡靈古寶8 那這一次一開始看到宣傳影片出現 原本還以為是雪原主作之類動作遊戲 那想不到結果 真的是惡靈古寶的新作 因為七代其實就已經 算是個大破大力 跟以往功夫風格有相當大的差別 那這次七代又會挑戰 新的恐怖遊戲的呈現手法 然後過去呢 惡靈古寶7也都像是 給人家殭屍遊戲的一種印象 那很好奇在導入這樣的奇幻元素 怪物都變成是那種妖魔鬼怪 不是像以前就只有殭屍類型 然後變得更加粗壯的克里斯 原來那個主角是克里斯 他要怎麼封印對付這些敵人 這不知道怎麼做 很奇妙 很期待很期待 這次發表會裡面 你自己覺得最意外的遊戲是哪一個 我自己最意外的遊戲 其實就是剛好接到小玉剛剛講的那個 惡靈古寶8 那之所以最意外 到底不是因為說 出惡靈古寶8很意外 而是一開始真的 一直猜不到 這遊戲到底是什麼東西 雖然說在七代的時候 他的那個催的氛圍 就已經完全跟一到六代不一樣了 對 那他那時候的氛圍 比較像是說那種 就是小鎮的恐怖的那個驚魂 就是那種 但是他至少還有一點留在就是說 是人為的驚魂 不是靈異 鬼怪 妖魔這種靈異 對 那這一次的催的就是 更往那方面偏 所以一開始真的就是 這個是到底是奇幻了呢 還是什麼呢 然後雖然說我一直在猜說 搞不好就跟剛出七代一樣 就是8 然後一直在猜是不是8 可是畢竟長相真的差太多 對 像我們最近玩到的兩款是 二代跟三代的重製版 對於那個遊戲的認知 又回到以往的那個風格 所以就是說突然又出現一個8 然後8又是這個完全不一樣的 讓我感到非常驚訝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因為七有支援VR 那不知道8是不是會支援VR 而且他玩法是不是第一人稱的 目前好像還沒有很確定 因為連PSVR的部分 其實都還沒有宣布說 他這個世代有沒有對應 雖然說可能 向下向盤應該會支援PSVR 可是PS5的遊戲 可不可以支援VR 這個好像目前還沒有很確定 那我自己呢其實 最令我感到意外的就是 發表會一開始的GTA V 原本以為是 是回顧影片 但是我後來沒想到 這款2013年就出的遊戲 而且在上上個世代就出的遊戲 竟然跨了三個世代 到現在PS5 還在玩GTA V 而且說真的回想起來 最近的銷售排行榜 還是可以看到GTA V 好像也沒有那麼意外 說到底呢 廠商還是覺得 這個世代的玩家 還是會繼續玩GTA V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是 他其實裡面也有公布說 他那個GTA Online 在PS5上面可以免費 對 就是他等於說 原本像GTA Online 他是你要買單機遊戲 然後裡面的才能玩Online模式 那現在變成說 他等於是他把GTA Online 就是變成沒有遊戲 然後你PS5就可以玩 然後你PS5就可以玩 那 我覺得他們主要看中 應該就是Online這個商機 對 就是說因為如果說 改朝換代以後 可能越來越多玩家 就不會去玩PS5 那他希望就是 這些Online的玩家 可以繼續在新主機上玩 那可能 你用現在的相容也許可以 可是可能就是 體驗不到他比較 更改善的畫質 那什麼的 那所以他就是直接 乾脆的直接在 PS5上面再出一次 再戰十年 等等再戰十年 不要聽你講起來 Online其實才是本體 那個單機是 送的 送的 加減賣一下 GTA Online單機 對 好 最後我們來聊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發表會 具體上市的時間跟價格 還是沒有公佈嗎 對 當然就是原本 我們一開始有說 就是其實我們原本 預期連造型都不會 主機造型都不會公佈 那這次居然公佈了主機造型 可是還是沒有就是 盡算盡美 就是具體上市時期跟價格 還是沒有公佈 雖然說官方並沒有說 延期或什麼的 還是以這個Holiday 2020的時間為 就是為基準 但是可能大家還是滿關注 就是說 那到底是幾號 11月12月還是10月 對 那另外就是說 價格是多少 因為畢竟很多玩家 要不要第一時間購物 可能價格的影響還是滿大的 你知道399、499、599、699還是多少 台幣會不會破2萬 這是大家都滿關注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 比較關注的就是 那它首發的時候 台灣有沒有包括在內 因為如果說台灣沒有的話 因為像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當年S85萬 在台灣的上市時間 就拖得滿晚的 可能相較於國外的話 拖超過半年以上 那這個對於就是 在台灣的推廣 是滿大的阻力 那我覺得PS5 應該不至於這麼誇張 但我們當然很希望就是說 它是跟日本、美國、歐洲 這些主要市場是同步上市 那即便同步上市 能有多少台 這又是一個問題 我相信就是 今天抽到那個玩家 不用擔心啦 一定會給你 上市第一天就會給你 但是其他玩家 有沒有辦法買到 我們也不知道 像這個主機放售 這個事情其實 我說真的是 我最期待一部分 結果還是沒有講出來 我相信 其實鏡頭前面玩家 大概也是很期待這部分 而且台灣究竟能不能上也是 充滿問號 但是它起碼 我們給我們希望 就是2020年 應該是會出沒有問題的啦 我覺得感覺很像是 兩家在比誰 誰先 就是我不說 我看你說不說 對 你不說那我也不說 那到底是誰要先說 對 那我們可以在7月看 看微軟會不會先說好了 對 接下來就是微軟 在7月發表會 下一個主機陣營的內容 很高興今天 我們能夠錄這影片 來為大家做 今天PS5發表會的總結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一次節目見囉 拜拜 拜拜